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向报》的节目 目前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非常紧张 少少事都可以搞得灰灰扬扬 现在菲律宾方面就传出一个消息 就是他们正正在计划要购买他们国家第一艘潜艇 为什么搞得要买潜艇? 根据菲律宾政府的表示 他们有这样的决定就是要维护国家主权 同时也反映出菲律宾军方已经是从对抗内部的叛乱 转变成捍卫国家主权 原因是因应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力量与日俱增 不过菲律宾买一架潜艇其实有没有意义? 不过当考虑到当中的成本效益 以及用来对付中国的话 到底菲律宾有没有能力实现这一笔交易? 根据菲律宾媒体就引述菲律宾海军内部人士就有这样说过 或者这是我们使钱的最好方法? 今年2月,菲律宾总统小马赫斯宣布会为菲律宾购买潜艇 潜艇也能作为菲律宾武装部队长期实现现代化的一部分 而之后也有菲律宾海军发言人说过 当中也反映出菲律宾已经从内部对抗叛乱 转变成向外部防御 不过菲律宾海军的军方发言人也很坦诚地承认一点 菲律宾不是一个海军强国 但需要擁有一个可以维护领海主权的海军 还有就是在过去十几年中国和其他在南海的轮廓都有不少的争执 菲律宾政府还指斥中国在南中国海声称拥有大部分的地区 包括一些的岛居和资源丰富的水域拥有主权 而且中国和越南、马来西亚、汶内、印尼等国家都有领土主权的纠纷 还特别提到2016年一旦国际仲裁案件的判决结果不利于中国 说回2016年那宗国际仲裁案件 其实就不能够作为一个事实根据 因为那次的仲裁案中国根本没有出席 你不能够单方面出席就宣布那次的仲裁案对菲律宾有效 所有的仲裁案件都需要双方出庭才行 我自己的角度看那次的仲裁案根本就是一场闹剧 根本就不算得上可以摆上台面的理由 但自那次之后就长期被菲律宾的政府引述作为他们宣示主权的依据 而在近几个月来菲律宾也都和中国多次在仁外照发生冲突 在仁外照附近就有一艘坐摊了25年的两棲登陆艦叫做马德雷山号 目前这艘船我相信都已经不能走 而且外表也都非常破烂 生瘦的 但菲律宾军方始终都不肯洗走这艘船 还主张在那个地区是有权利的划 当然中国海警也是多次阻止菲律宾接近这艘船进行补给 所以从目前来看 仁外照的位置也有大量的中国海警在驻守 藉此就防止菲律宾军方向那艘船进行补给 如今菲律宾政府计划要购买潜艇 其实这个计划原来可以追索到杜特尔特时期 不过在杜特尔特在任期间虽然提及过购买潜艇的计划 但始终都没有付诸实行 如今去到小马可思总统执政的时期 据目前菲律宾政府所说的 就希望可以向这个计划加速进行 当众的容易可谓不言而喻 虽然菲律宾是美国的盟友 可不可以叫美国买一些最先进的潜艇给菲律宾 例如核动力的潜艇行不行 这个想法就好看菲律宾能够出多少钱 至于菲律宾海军也表示过 法国、西班牙、韩国、意大利等国家都有制造柴油动力潜艇 并且表示过有兴趣 而且如今的柴油动力潜艇已经可以达到非常之宁静 只要潜艇不浮上水面吸新鲜空气的话 基本上都很难被检测得到 但是购买潜艇也引伸出另一个问题 就是菲律宾海军有什么人懂得操作潜艇 因为你不能单独买一艘潜艇 任由它四处走 因为潜艇是需要配合主力战斗艦 通常就会由小型的导弹艦及巡逻艇而组成 如周边其他的亚洲大国 例如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都已经有潜艇 不过马来西亚在2009年当他们接收法国製造的潜艇的时候 就遇上重大的问题 事实上潜艇对很多国家来说都难以负担 因为非常昂贵 而且它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才能够维持得到潜艇的舰队 例如你必须有一个潜艇的基地 以及要拥有训练有数的船员 才能够有效地操作潜艇 还有就是菲律宾财政方面 能不能够负担得起柴油动力潜艇 因为每艘潜艇的成本可以达到5亿美元 讲到这里也要特别引述 美国媒体商业内幕的分析 菲律宾要购买柴油潜艇的话 最关键因素始终就是菲律宾的财政能力 而根据一些专家的评估 如果要购买潜艇的话恐怕要用上大量的国防预算 不过这样 如果菲律宾能够买入他们国家第一手的潜艇 也代表着菲律宾也加入潜艇俱乐部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 同时也表明菲律宾成功地结束在 盘踞于棉兰老岛的伊斯兰武装分子的伴戀 还有就是菲律宾在面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 所以菲律宾在南部的和平进程需要加快推进 而且菲律宾和很多国家都是一样的 他们也希望和论国保持同步的愿望 马来西亚、印尼、越南都有潜艇 菲律宾都应该有回一艘 不过就算菲律宾有一艘潜艇又如何 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力量真是差天共地 还有就是你潜艇又可不在南海进行军事对抗 所以说到目前的冲突中国主要派出海警船 一直都没有东庸军事力量 所以只因为这个原因也有西方媒体认为菲律宾 购买柴油潜艇就没什么实际 而且应该要选择购买更为强大的武器 例如无人机、小型导弹栏等等 还建议菲律宾考虑购买印度制造的反栏导弹 因为印度制造的布拉莫士反栏导弹射程 可以达到180英里这么厉害 不过说到底 无论菲律宾要不要购买潜艇也好 不少专家都认为购买潜艇是不会对南海产生任何威胁作用 而且中国也非常理解菲律宾内部政治的问题 特别是政党之间的斗争也处于非常激烈的状态 当新政府上台之后很可能所有的决定都会被推翻 我自己认为菲律宾购买潜艇的计划 对他们的军事能力根本是一种很不现实的追求 首先我们也要看看菲律宾购买潜艇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国家的经济状况 在目前菲律宾的经济这么差的情况下 竟然有人去鼓吹菲律宾政府要加快实现购买潜艇的计划 要知道购买潜艇是需要巨额的资金的 就算你成功买到一艘潜艇也好 那你其他的事情是不是不需要发展呢? 例如陆军、空军等等是不是都不需要钱呢? 与其投入巨额的潜艇 你菲律宾真的倒不如买其他东西好过 还有就是菲律宾国内的军事实力和训练基础 又能不能支撑到一支潜艇的运作呢? 因为潜艇的操作很复杂 所以要长期而有专业训练和维护 以菲律宾目前的军事实力以及他们的基础设施 很明显就是不足以支持这种高技术装备 和令到他有效地运作 这不单是导致他们会耗费大量的财政 更削弱菲律宾整体的军事防御能力 菲律宾这样的举动更加会加剧南海紧张的局势 要知道和平稳定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 而不是单方面的军事扩张 中国一直都呼吁要自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 更加多次表明希望大家要保持克制 不要采取一些能够导致局势升级的行动 菲律宾到今天应该要意识得到 你只有通过对话合作才能够解决问题 这个才是维护地区和平正确的途径 对菲律宾来说和中国关系是很重要 要知道中国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 大家在经济、文化、人员交流方面 在过往也有着广泛的合作 好不幸就是自小马尔斯上台后这系列的合作 如今已经跌到新的低点了 菲律宾人应该要充分意识到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 才是对他们国家发展和对地区稳定最为有效的方式 好不幸现在菲律宾政界有一班头脑发烈的人 认为美国才是靠得住 如果美国靠得住我相信猪哪都会想输 所以总之菲律宾购买潜艇这个计划根本就不设实际 如果真的实行的话可能更加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所以我更加希望菲律宾政府要审慎考虑 要自己好好检讨一下这种更为激进的国防策略 不要继续在南海制造更多的时端为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 不过讲下又讲 前天就有一只消息涉及中国的一艘海警船 目前停泊在南中国海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 这一只消息也在各大西方媒体都有转载 还说今次的行为就是对菲律宾进行恐吓地说 先说这艘中国的海警船是什么船 船号是5901 排水量达12000吨 船长163米 是全世界最大的海警船 这艘船也被菲律宾媒体描绘成怪物船 Monstar一样很大隻 而根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拉 在记者会上也表示 这艘巨型的海警船 原来在7月2日停泊在菲律宾200海里内的专属经济区 而他特别指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曾多次向这艘中国警船发出警告 并询问它有什么意图 但没有接收到任何回应 另外据说路透社也故意联络了中国驻马尼达大使馆 希望他们能对这件事表个太平论一下 不过大使馆各方面没有对路透社作出任何回应 我很想问到底路透社的记者是以什么语气和如何信问 还有在周末的时候大家都在放假 当然不会回应 我认为中国海警船这样做其实都是照版主玩 菲律宾在仁爱礁摆了马德雷山号25年 而最近更加在仙宾礁摆了马哥巴劳亚号 这手是新摆下去的 还说摆船值此监视填海造地的行为 但事实就是中国都没有在仙宾礁填海造地 这个是不是老屈中国呢? 我认为中国海警这样做简直就是拍烂手掌 也值得支持 既然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 很正常 让大家感受一下有手外国的船隻 摆在自己的领海里的感受是怎样 其实如果菲律宾不再继续和中国跳人 基本上南中国海局势非常平静 但菲律宾持着有美国在背后撑腰 每一天都想办法如何可以在南海里 跟中国的海景进行对抗 而且更加恶劣到 向这些坐摊的船隻混送水泥等建筑材料 你是不是真的想着可以填海造地呢? 还有就是你一代代水泥运过去 这样来填海的吗? 不过菲律宾的军方就持着自己 就有跟美国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卫条约 这项条约经常被菲律宾军方拿来做党战牌 经常就叫萧华要启用这条防御条约 引美国插手南海的事务 我相信美国也不会笨成这样 真是帮一个穷国出头 但事实上菲律宾目前已经有九个美军基地 而这些基地也部署了不少先进的美国武器 明显就是针对南中国海 所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处理方式也不会太激进 因为始终都要考虑到不能够把事情闹得太大 将它控制在非军事化的层面 基本上都能够找得着局势 所以我们见到不少消息都涉及中国海警 而不会涉及到中国海军 而且就算菲律宾派出特种部队也好 就好像那次尝试向马德雷山号补给那一次 派出八名特种部队 但都没办法突破得到中国海警的防线 最后全部都束手就擒 你说那次是多么愚蠢呢? 不过对菲律宾来说很惨 经常被美国所利用 自己经济又差了 而且有大量的贸易往来都很依赖中国 但当地人很亲美 这不只是菲律宾政府亲美 而是菲律宾人自己都非常亲美 但这样的态度能不能换来实际的好处呢? 长期以来可以说是亚洲里面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自己不好好反省一下 反而成为美国的马前卓 其实都挺可悲的 好 关于菲律宾的话题 今次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为止 下次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